最近美国司法部正式通报了和银行业巨头摩根大通和解的消息 摩根大通以130亿美元的天价罚款换来阶段性的和解 这次司法和解可以说是对2008金融危机追责的一大成果 从摩根大通口袋里掏出来的真金白银 也将用于帮助在次贷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消费者 虽然距离危机爆发已经有6年的时间 但美国金融司法体系的自我纠偏还在继续 针对摩根大通的130亿美元罚金 创下了美国历史上针对单个机构最大单笔罚金的记录 美国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表示 本次和解的规模和设计领域向其他司法部门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金融诈骗调查之路还很漫长 无论一个公司利润如何 一旦超越了法律范围 也能立即给予问责 不过经历了百年风雨的摩根大通 显然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危机 其实摩根大通呢在之前就已经预留了230亿美元的诉讼储备金 所以这130亿美元呢只占了这个准备金的不到六成 虽然它已经是摩根大通一年纯利率的一半了 但是这个天价罚金公布以后摩根大通的股价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呢当天还以微幅上涨作收 所以投资者呢显然对这个和解的结果反应还是比较正面的 不过呢这只是摩根大通目前多项诉讼的其中之一而已 美国司法部还在调查这个公司在亚洲招募新员工的方法 还有能源贸易以及跟庞氏骗局操作人麦道夫的关系等等 尽管摩根大通的危机应对避免了其股价大幅波动 但和解本身意味着摩根大通无法摆脱与金融危机的干系 根据和解协议摩根大通坦白承认其夸大销售大量按揭贷款支持证券的行为 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显示摩根大通在2006到2007年间 有27%的贷款存在着问题 在知情的情况下银行最终把一半的贷款打包成抵押债券出售 这些债券正是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我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跟我们整个金融业的本质相关 因为我们整个的金融行业提供的是一些相对比较复杂一些的金融产品 那么这些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就会造成或多或少的信息都不对称 就是说卖方比买方的了解要更多 那在这过程中我对你这个购买方披露多少信息 其实是因为金融这个产品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还有原因我觉得可能跟前一段时间 大家一直在批判的就是说 整个投行那种薪酬的机制和投行这种 以利润为主导的这种文化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随着我们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 我们的监管现在开始有点点跟不上 整个这个实体经济或者整个这个投行业务的发展 虽然投行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对于金融危机的发生 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事实上要还原每一个参与者的行为 再根据其行为来判定当事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依旧是十分困难的 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 不少幸存者进行了对失败者的并购 这就让不同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更加复杂 根据美国投行KBW的估算 自2012年初以来 全球投行已经花费了440亿美元的诉讼成本 而未来十年除了监管罚款 全球投行还将为民事诉讼和解支付1000亿美元 一份机构的报告显示 2008年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导致美国人的财富蒸发12.8万亿美元 如果拿这个数字和诉讼费用 监管罚款相比较 后者明显要小很多 在这场波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危机当中 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摩根大通的天价罚款 不会是反思的终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